国内第一部原创动画电影《小猫巴克里》 首次在福中十五新北市动画故事馆 完整展出了美术场景脚本以及动画角色的设定集 一窥动画创作的完整历程 为了推广台湾原创动画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邀请台湾原创动画电影《小猫巴克里》 来到福中十五新北市动画故事馆展览 介绍动画创作的历程 那这个展览里面展出了所有 就是大家从来没有见过在动画创作过程里面的美术手稿 场景设定还有角色人物 那其中还有很多的东西 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动画 如果有看过动画就发现 其实故事里面有非常多的场景 其实都是台湾本土生活的事物 像是小贩、夜市的设气球摊 还有臭豆腐也都一起进入了动画里面 这场特展不只吸引许多动画系的学生来参观 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欣赏 来电影上映的时候不少亲子都看过 因此对这样的展览很感进去 因为之前那个福中电影院 婴儿电车电影院的时候就带baby来看过了 她很喜欢 然后刚好电视上也有播 对 然后今天来她什么都认得 对 每一个卡通人物都认得 民众来到这里不但可以看到美术、场景、脚本 以及动画角色设定集 还有展场特别限定的VR影集体验 带大家一起沉浸在精彩的动画世界 记者房间卡林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导